大家好 事業十分不好 今天是8月14日星期一 我們講這個是異動股的 其實最異動的就是旗子或者恒子 我看看 這裏就是北水的來來去去的市 成交是有少少回升的 不足不足 看看北水資金流的市中 這些東西就是 你不要以為這裏多了 其實是在走路的 大市成交是這麼多 資金流是這麼多 再其次我們看看 之前那個禮拜 比較多資金流入中國企業 什麼什麼什麼 行貨盈富基金等等 遊了一個禮拜的時鐘就死了 這些 這些我之前也曾經有講過 因為現在資金不足 所以如果這裏是買得早的話 接著接下來拉尾 是去到這個星期五的時候 要小心它就會搬走那些錢 因為它已經賺了一點 那就走了 這裏反而就是 它跌了而已 這樣可能又會好少少的 因為要沽的已沽了 就是這樣情況 再歧視我們看看 北水的流出流入 大家看得到的 北水的流出流入 真真正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那這個問題就不是集中一邊 上次以前就集中這一邊 所以後來的事就累積率量上升了 日出而作日入而出 那死了 那變成了就是 形成的就是這樣了 板塊方面 除了石油和電訊服務 好企好些外 其他都是一片綠的 一直都說 要大家留意一下 石油的股份 基本上是好的 變成上個星期五又見到石油 又走去80元一桶那裏 都說過很多次了 一、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 已經差不多清倉 就是我的清倉 當然不是一桶油都沒有 而是去到一個所謂危險的境界 他是要補充油的 拜登都說要補充油的 不過是想在60元之下補 那人家就玩他 就去到80元 那你補不補?不補 不補就算了 那他戰略石油儲備 越來越少的話 他是沒有法的 特別我呢 開始找得到 今年現在呢 都是8月這個中 很快脆 就是到9月10月 那如果今年有些凍凍的 如果死的話呢 那你的石油需求就會是多了 因為取暖的問題 到歐洲方面 去年呢 因為一個歐洲的冬天呢 比較暖一些 那就形成了呢 他對於俄羅斯斷油那裏呢 他們不死得了 今年如果是歐洲冬天冷的話呢 歐洲就會死得了很多 特別 歐洲政府因為窮 已經今年不再去這個 燃油取暖方面的補貼 就是說 沒有法 沒有法啦 你最好就是 到時就是 蓋N張棉胎了 不要外出 還有就是 吃多點牛油啦 吃多點豬油啦 以及取暖 在這點裏面來說 石油和天然氣 是產生一個 所以是有基本利好的支持 那電訊服務 我一向都是這樣 特別當於是 世界環境不好的話 大家要多打電話 你好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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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好不好啊 我又好不好啊 當然呢 我講這個 這樣打電話 真的很搞笑 意思是資金既撲於電訊股方面 好嘛 息高的嘛 定個財債反啦 就是這樣的情況 然後再跟著我們看看 去到就是個別的 是股的方面 一片綠 不用說了 哪些是紅的呢 這些是 全部反手的ETF 一片紅的 比亞迪 是跌大跌7% 嘩 你找到 我找一下 看看 中心跌3% 這個 龍源跌1.7% 我想找一隻什麼呢 我想找一隻 碧桂圓 想找碧桂圓跌多少% 我想碧桂圓的跌幅 不及得 比亞迪是不是 碧桂圓好像跌了去 7仙 跌了去7仙那裡 因為我暫時未找到 碧桂圓的跌幅 無論如何都好 大家去看看對比 何解比亞迪會跌這麼多呢 大家要想著 可能 之後的一兩天 是會到到中二棟和中聯東 他們跌得比較多的 原因 是因為 目前 去回一張 這個 旗子 圖先 之前 我曾經跟大家講過 市 在這個 這樣 雙型的 情況之中 這個是 圖是 圖是 長方形的走勢之中 長方形的走勢之中 那它就是 怎麼做呢 這樣 握回手 就移回過 現在再過回來這裡 就是這樣 升 跌 升 跌 告訴大家 要很留心 我們現在這裡的走勢 我們現在這裡的走勢 是有點像 會不會重複回這裡的走勢 就會出手救你的 這樣 試也不是 我量看 因為 因為 我們今天 很多時候 講股市場 很多人都講 碧桂園 內房股 這樣 這個 已經out了 再下跌的壓力 不是在內房股那裡 就在哪裡呢 給兩個名稱 大家去看 去留意 一個叫 中融系 融是金融的融 中 是中國的中 中融系 這個是集團 是做信託的 那他做信託是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說 他們賺一塊錢 借給一些實業 或者是 什麼業 浮業 虛擬 即是沒有什麼穩陣的東西 我跟他說 一 我現在借個錢給你 多久多久呢 你還給我 收你多少息啊 收你這個 十來 十二來 二十來 看看情況如何 那 如果你這裡 有很多房地產 他OK的 我又蓋到樓 又賣到樓 那我就把這塊錢 一直滾 那這些金融信託的時候 他是怎樣呢 那 第一 一定不會找到你的 就是 不怕得罪講一句 你都沒有資格 去買別人的東西 去買這些 通常都是怎樣呢 是 如果小一點的 就去做些什麼叫理財產品 不是的 你一定會找些大媽灑 去做 那現在大媽灑又覺得 沒有啊 中融系和中直系 後台很硬的 那當然會 做 以前呢 就真的很好 過了十幾年 的時候 由於樓價一直上升 就會做到很多這樣的 是的 又賺到很多錢 又賺到很多錢 這個呢 到今年 或這幾年 他就開始做 他就說 那些籃房股 告訴你 或者有些機構 告訴你 借錢的機構 告訴你 我還不到息 還不到本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於是 他就接了 所以開始 今天 大家先聽到 有金 中融系 說 他不可以 兌現到 他一些 對付 即是 他的投資產品 到期 他不可以 還回到息 不要說 半 給人家 因為你還到息 還可以 哦 那就延期 遲些才還回 那個本金給你 那意思 沒有 現在是中融系 出現了問題 這個名字 還有一個中植系 的名字 還未出的 遲些 那你可以去看 什麼例子 你不記得有一隻融創 真的融了你 創傷你 記不記得 有些什麼什麼信託 廣東信託 那些 真的托了你 所以在這一點 裡面 中國是出現了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 一個在 金融的危機 那當然 如果在這個銀行 你做這個理財產品 可能好一點 因為他們 管得比較好一點 如果他們 把錢 放貸了 去給一些 例如 碧桂園 或者其他等等 類似 有些危險的機構 時中 他們一樣 都會面臨 這一點 這個就是原因 為什麼 為什麼 這裡 你看到 一路跌下來 跟著一路跌下來的原因 就是這個 這個產品方面 是產生了一個問題 是 你說 跟著之後又怎麼樣 沒問題 我們看回以前這個 2015年 2015年 我們不是叫做大時代 這個這樣升升升上去之後 跟著就 一槍下來 其實都是這樣的產品 這個時候就融創了 是嗎 再早的時候 八幾年 就是 廣東信託那些 那時候就起這一點 所以這個 所以為什麼說 越墮落越快樂 到時候 爺爺會救你 所以就可以這樣升上去 這個會不會真的這樣 不知道 因為現在的事情 不是2015年 2016年的事情 而是2023年的事情 2015 2016年的事情 美國佬不是想要拿你命 今時今日 美國佬是拿你命 所以 拜登才說 說中國 是個計時炸彈 他意思就是說 你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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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美國又是不是計時炸彈呢 一樣 美國的計時炸彈 也都在商業樓宇那裡 那什麼時候爆啊 看一下11月 看一下12月 很多人說 美國不會有衰退 如果真正這個計時炸彈爆的話 房地產 這些爆的話 我們找得到 不是房地產 但是商業房地產爆的話 美國一樣都是結炸彈 那就會出現了這個問題 中美兩個的經濟大國 都有這個金融危機的影響 你買什麼好呢 我不知道 聽多一點 小弟這個節目吧 好嗎 好 講完這件事了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因為以前我不敢說 因為你沒有證實 你沒有證實 很多傳聞 其實這些傳聞已經傳了很久了 你不敢說的 為什麼不敢說呢 這些傳聞說的時候你想去坐牢 是不是 因為這些未經證實的傳聞 到今天 連這個國內的大媒體 官媒都說有中庸 這個名稱出來 我就是這樣說 那我是 大膽一點 勇敢一點 做個勇敢的評估人 講講 還有一隻中直系 這個體系 報紙上還沒登的 遲一點點 那會不會是要到 中庸系都爆到差不多 中直系才會出來呢 可能的 不要照過這麼多壞事上來 不過作為做投資者 你要有醒覺 知道這件事 今天講很多 為什麼要講很多 你回去要再聽很多 知道要給什麼 好了 講完這裏這麼多了 我們講講 就是這個 你今天可以想些什麼股票呢 想些中糧包裝 喂 那個股票 已經有不經歷了 你還找些中糧包裝 為什麼還可以買股呢